斯里兰卡总统拉格柏克萨 流亡马尔代夫 也在首都科伦坡 总统官邸已经成为观光景点 本台特派记者就带大家 去到总统府里面一探究竟 是门口坐的这两位男子 然后上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有很多警察 也在这里的 他们在共同的管理的这个地方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合作的状态 因为呢 这里是纳税人的钱 有很多很名贵的一些家具呀 名画呀 在7月9号这一天呢 示威者都是冲进来的时候 有一些损伤损坏 所以呢 他们决定说要确保这个地方 不会再遭受更多的损失 可以看一下这里呢 就是这个会议堂 之前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呢 就会在这里开会呀 什么然后有电视直播啊 都是在这里 这个建筑是大概有300年的历史 是一个荷兰时期殖民风格的建筑 也是非常的富丽堂皇的呀 非常漂亮 然后这里呢 就是总统的他之前的座椅了 和他的讲台 所以他有两把椅子 这个是总统他的徽章 对 目前呢 最新的消息就是 总统他已经在昨天逃往 马尔代夫 然后有消息说 他可能会去迪拜 也可能会去新加坡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没有收到 确切的 他下一步的动向 到底是去哪儿 他也没有按照他之前的承诺 说的是会在昨天正式辞职 目前呢 他人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今天会持续的在关注 以上呢 就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在斯里兰卡首都 科伦坡的报道 中文长